在这么一所学校 男生会给每个女生的颜值外表打分排名 最美的翘臀 最美的奶子 最值得上床的对象 即使是充满侮辱性的标签 女生都丝毫不敢做出反抗 可新来的黑妹却不一样 具有反抗精神的她 不仅敢于和老师辩论种族问题 对于校爸的调情都勇于拒绝 可这也把校爸给得罪了 导致对方直接往黑妹的可乐里吐了一大口口水 为此黑妹跑去找校长控诉校爸的行为 可校长却觉得 校爸作为学校里最优异的橄榄球队长 不可能做出这种举止 当场就否认了黑妹的控诉 与此同时 小薇见新来的黑妹总是孤身一人 便主动和对方搭起了话 并表示让其不要理会校爸的行为 可黑妹却说 小薇被这几句话触动心头 她向妈妈问起 16岁的孩子在乎什么 妈妈是这么说的 之后小薇翻找 导致妈妈的回忆录 这才发现 妈妈曾经作为女权组织的代表 为所有女性打抱不平 小薇深受触动 如果有人愿意站起来 为学校里的所有不平等事件发生 那么每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平权 很快一年一度的为女生排名的时间到了 男生们兴奋地看着排名名单 调侃着每个女孩 被侮辱的女生坐在一旁满脸都是不高兴 而黑妹因为得罪了校爸 被选为最讨厌的女生 她却向校长投诉 可换来的又是一次无事 小薇甚至什么事都没干 就被评为最乖的女孩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女生们就接受了这样的名单 并对此毫不在乎 小薇感到很愤怒 当场就气得回家 身材最辣的女生 最胖的女孩 年度最佳公交车 这些标签让小薇越想越气愤 她必须发起一场女性革命 控诉包括校爸在内的霸凌男生 小薇制作了革命手册 只要有人想加入组织 就可以在手背图上星星标志 她复制了一大份手册 投递在学校女册里 可这份革命手册却传到了校爸手中 因为手册内容直批校爸 这让对方误以为是黑妹对其的报复 尽管如此 黑妹还是对这场革命十分在乎 等到第二天上学 小薇在手背上涂上了星星标志 期望能有女生也涂上标志 可去到学校 她看了一圈下来 都没有看到女生涂上标志 气馁的小薇只好把手揣进兜里 生怕被人笑话 她去到厕所想要洗掉标志 却没想到几个来洗手的女生 居然在手上涂上了星星标志 原来这场革命已经悄然的在半数女生中开始了 所有受到侮辱的女孩都涂上标志 加入了女性革命 就连黑妹也不例外 甚至还有男生也跟着加入进来 可即便如此 不公平的事情还在上演 有个女生穿着背心上课 校长却进来批评她穿着暴露 明明另一个女生也穿着背心 凭什么自己就要被批评 校长没有直言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一旁的男生在那偷笑 就连老师也在调侃 为此小薇又发起了一场活动 让女生隔天都穿着背心来上课 果不其然活动开展得很顺利 参与革命的女生全都身着背心来了 她们昂首挺胸 自信且潇洒地走在路上 可唯独一名亚裔女孩 却穿了件帽衫 亚裔生活在国外有多难 亚裔女孩想参与一场女性革命 打算穿着别人眼中属于暴露的背心上课 却被妈妈严厉指责 你一个女孩子穿着暴露去上学 是什么意思 万一穿了件背心被学校开除 那可就上不了大学 当不了医生了呀 女孩说不过妈妈 只好穿着和女同学们 格格不入的帽衫去上学 而来到一年一度的 荣誉运动员提名现场 身为球队队长的校霸 更是直接作为校长的唯一提名 黑妹不服 凭什么同样优秀的女足队长 就不能被提名 难道就是因为是女生吗 她鼓舞着女孩们 为女足队长投票提名 可到了荣誉运动员的评选时刻 女孩们都在期待着 女足队长能够当上 却万万没想到 校霸早就被校长内定 还拿下了一万美元的奖学金 看着满脸失望的女足队长 女孩们无一不难过 小薇不敢相信 大家平权了这么久 却换来了这种结果 一天小薇在女厕里 发现一封匿名信件 里面是一位女孩的诉说 原来这位匿名女孩 曾经遭到了校霸的强奸 所以女孩希望 女性革命组织 能够为自己发声 小薇犹豫了片刻 但还是决定 在学校大门的地板上 写下校霸的肮脏秘密 并让女孩们 在上课铃声响起时 走出来为被强奸的女孩撑腰 等到第二天上学 铃声响起时 所有女生都一拍桌子 从课堂里走出大门 就连男老师 都画上了星星标志 加入了这场革命 此时所有女生都站在一起 而小薇也终于鼓起勇气 站出来表明了 自己是组织发起者 她一番激励鼓舞着所有同学 女孩们也纷纷向其表示支持 而那名被强奸的女孩 也大胆地走了出来 爆出了校霸的秘密 她大声呐喊着 把憋在心里的所有痛苦 统统发现了出来 而其余的女生 像是心连着心一样 也跟着一同呐喊 最后校霸受到惩戒 被勒令退学 女性革命迎来了最理想的结局 正是因为社会上的 种种不平等对待 才会有女权站出来 为自己争取一次平权的机会 他们不想被男生标签化 他们也想正经地参与一次竞争 但平权之路还很长 我们还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女生要革命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